最近發現我們家出現了一個還蠻嚴重的問題 我嚴重懷疑我女兒最近都聽不到我在叫她 因為我每次叫她她都沒有反應 我在想說她是真的聽不到 還是她選擇性的聽不到 你可以幫我拿回去墊子上 星星 星星你有聽到我要叫你嗎 星星啊 爸爸 補我下來 星星去哪裡了 星星啊 大部分的時間我太太叫我女兒十次 大概只會得到兩次的回應 我們想知道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她是真的聽不見還是只是沒在聽 在台灣大概有千分之五的人有聽損的問題 就連兒科界最有名的黃崇寧醫師 她也有半邊聽損 大家可能在網路上也知道我本人也是擔任聽損 你剛好聽到媽媽在叫你嗎 姊姊咧 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小測試 你可以把這個耳機 你先把這個戴上 我什麼都沒接 我從App Store上面隨便找了一個聽力檢查的App 可以測試看看姊姊的聽力到底是不是正常 如果你有聽到聲音的話 就按一下綠色的按鈕 檢查必須在非常安靜的地方進行 我盡可能把家裡的電風扇 冷氣都先全部關起來 好安靜喔 結束囉 我看一下 你的結果感覺 聽力不是很正常耶 我每個都有按一下按一下 你看 落在這個紅色曲線的話呢 可能會有聽力損失的情況 我不要再一次 你要再做一次嗎 也許是App本身就有誤差 所以我們決定去另外一個地方 尋找更專業的答案 這裡是雅文基金會 在台灣一旦確診了聽損兒 幾乎都會從醫院轉接到這裡 幫孩子做一系列的聽語訓練 雅文基金會的名字呢 來自於創辦人喬安娜的小女兒 叫做鄭雅文 其實不只是帶向助聽器 就是如果這個孩子他的聽損程度 是有需要做聽語訓練的話 其實他就需要找一個地方去做 想起的療癒 其實聽力跟近視一樣 各有深淺不同的程度 重點是及早發覺 透過訓練 小朋友就有可能跟正常人一樣 不影響生活 還可以開口講話 發展自己的語言 離開了 好快喔 來到這邊上課 他們可以選擇 屍體也可以選擇線上的方式 就是一間臥室 然後衣櫃 這個是廚房 所以他這裡還有什麼 客廳啊 廚房啊 你看 有沙發 有電視 其實有蠻多這種請進教室 也是為了讓聽審人他們在這邊上課的時候呢 就很像在自己家裡面一樣啊 對呀 他們回家就可以立刻運用了 就是小朋友在這邊上課的時候呢 他一個房間 是很像那種征訓的時候 然後 征訓是 你耶 有嗎 有 哈哈 啊 有 吵到咧 其實我們自己的小孩 可能都會有點害羞 而不好意思說了 何況是 聽力比較差的小朋友 那我們期望的是每個孩子都可以 因為這樣子的聽語訓練 他們的說話 口語能力可以跟長同是一樣的 現在旁邊的這個地方 很像錄音室一樣 有一個很重的隔音門 對 今天來雅雯呢 就是每一個人可以 真的專業的來做一次聽力檢查 然後有聽力師 會幫助我們 好 現在是星星在裡面 然後有一個助理老師在陪他 要開始測他的聽力 聽到我們舉手 好棒 你放一個 好棒 厲害 他越來越小聲喔 你聽聽看 好棒 厲害 聽聽看 我們聽力很正常 哈哈哈哈 跟媽媽在一起有多關鍵 叫做星星聽力 終於有一個好消息 原來我們全家人的聽力都沒問題 壞消息是 女兒的選擇性聽力 大概來自於我的遺傳 爸爸 爸爸 你也可以在家裡透過一些小遊戲 例如一二三木頭人 或是躲貓貓 觀察孩子們對生意的反應 就可以掌握他們聽力的狀況 但如果是像我一樣的話 記得第一時間回應對方 你們的溝通可能會更順暢一些 姐姐 對 很好 第一時間回應我 我是那邊有防守貓貓 好好好 預備 開始 躲好了嗎 好了 我要來找你囉 姐姐在哪裡咧 找到你了 爸爸你去躲 躲好了嗎 躲好了 在雅雯的微聽神網站上面 有對微聽神很詳細的介紹 還有一些小遊戲 你可以在家裡面就跟孩子一起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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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觀看今天的影片 一起關心關於聽力的議題 我們是Maman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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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欸 不是那裡 那是這裡 謝謝